小军 你又在收拾这个衣服干嘛 怎么办 收拾衣服干嘛 肯定是要走啊 你要带儿子去市里面了 把他衣服都收拾好了 去市里面干嘛 我要去娘家 回他外婆家 带着儿子回你娘家呀 有什么问题吗 我儿子呢 是吧 从松松到现在都没去过 我那边一次 那我 我现在带回去啊 你说 有什么问题吗 没有问题啊 我是说 他最近不是要上幼儿园吗 你看明天读书了 那这个样子 你给他请假了 你等下来我就请啊 要请多久啊 请个一个星期啊 回去一个星期啊 回去这么久啊 那你东西都给他带去了 不用带什么东西啊 那不是冷 那不是冬天 那带什么外套什么的 就带着些带着套弄 换洗的可以了呀 那带多少 那你看了都完了 完了那么多天了 现在你看幼儿园 好不容易是吧 又上学了 你又带他回去 幼儿园也无非就是帮你 看着孩子而已 给他吃的给他喝的而已 又不学什么东西 又不学什么东西 无非就是说 搞点什么小活动啊 就得了 是不是 怎么这么突然嘛 哎呀又写字啊 又干嘛干嘛的 没有这样子的 你都不跟我商量一下 你带他回去 我需要跟你商量啊 我这事情我想做什么我就做 我就全力做 先不要去了嘛 你过几天到时候是吧 我把这个工作安排好 我跟你一起去嘛 好吧 谁要你去啊 那我们肯定是一家三口去啊 对不对 还一家三口呢 以前我叫你去的时候呢 你把他放屁 我现在我不需要你去的 你还挺着脸就去啊 不要说的那么难听嘛 那我想着你一个 你看你背着包包 到时候呢又要装水什么的 又要带着他 我一个包还背不动了 我一点水我还放不起了 是不 孩子我还抱不动了是吗 他有时候他在路上老是要撒娇 老是要你背的 那不累吗 那我去可以搭把手呀 我可以帮帮忙呀 别跟来啊 我呢是吧 我们呢决定呢 回两家呢住几天 是吧 带你去玩一下 熟悉一下我那边 对不对 环境啊 然后呢 顺便呢 给我那些亲戚啊 给我父母啊 是吧 给我爷爷奶奶啊 是吧 看一下宝宝 是不是 懂不懂 你跟他去干什么 我们两个去就好了 再说了我也没订你的票啊 我自己订票就行了嘛 我又不要你订 对不对啊 那你舍不得 把我订个票 那我自己订 也无所谓的呀 你你等一下我嘛 我现在我马上去挣上 我买点礼物 然后回来 我跟你一起过去 好吧 你借过从这里 带礼物去的吗 你不累吗 不累呀 又带不了什么东西 是吧 带点酒是吧 带点这边的土特产 就可以了 又不是说 要带什么 带果之类的 就带点我们这边的 那个是吧 辣椒酱啊 或是什么三花酒啊 然后呢是吧 再带点我们这边的 那个烟就行了嘛 这样子就很好了呀 我跟你一起过去吧 我我我安排一下时间 好吧 那我叫你好意思带去啊 我真的搞不得你这个 还有什么身体不好意思带去的 嗯 不用你去啦 知道没有 我本来我认为打算叫你去 本来我认为打算跟你说 我不想上了车之后再跟你说的 小姐你就不要这样子嘛 你看是吧 我态度也挺好的 哎 你好不好跟我有什么关系吗 啊 我们打算 我们是吧 我们俩自个儿去 你我都就排除在外了 知道没有 以前呢 我叫你去的时候呢 你说什么 哎 忙啊 各种各样的事情忙啊 投不开心啊 又是宅国 又是卖国 又是这儿那的 行 我想我不叫你去啦 可以了 没有 我向我们自个儿去 啊 不劳烦你呢 你太忙了 知道没有 你呢 还是在这里呢 好好忙你的事啊 我呢 现在的儿子呢 回我来家呢 住几天 你在这边忙完了呢 你再说吧 好吧 以前是我的问题 我做的不到位 我呢 是吧 有的 有很大的这个 这个错误 然后的话呢 是吧 那你也得给人家一个改过自行的机会嘛 再说了 你看现在 我也挺好的啦 我也不跟你吵闹啦 你想回娘家 你看我也事事顺着你了 你你就带我一起去嘛 我也想过去他了 你一个人不要 不多一份那个车费啊 那车费我来出啊 车费我来出啊 我来买票就行了 我又不要你掏钱是吧 而且呢 我还主动买礼物 那你看我的诚意也摆在这里啊 我又不是说什么都不去 两手空空的去是吧 一点礼数都不懂 那你们那边有什么风俗什么的 那我们就按照这个 是吧 风俗办就行了嘛 我们又下随俗就可以了嘛 这样子不是挺好的吗 你这个呢 又下随俗吧 嗯 然后呢 我都说了 我不想带你去 你就不要跟着去了 你知道吗 你这样让我很为难的 知道吗 那有什么为难的吗 去那里不是多算碗筷的事情 又又不多什么东西 你去那里呢 你总不能免费吃 免费船 免费住吧 对不对 那我买菜 我在你这里 我都不是免费的 我还要替你们家干活 干农活 我都干了不少活了 对不对 你去到我那边 你也应该要干活呀 哎呦 以前还是什么 哎呦 你去到那边 就应该像 哎呦 什么接待什么 什么接待你 哎呦 好吃好 或者给你 我在你这边什么待遇啊 那我干活 我买菜 好吧 不必了 你看你这个 这个去吧 我们不去了 这个去吧 那那一 大家都不要去了 好吧 对吧 对吧